欢迎李遥大师 今天来的贵宾 周小姐你好 这是李遥大师的助理 今天我们除了请到李遥大师之外 我们节目也极力的邀请周小姐 结果想不到还真的有这个荣幸 马上邀来了 可是你会吓我一跳 你们这样做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呢 没有因为我们想要帮李遥大师问很多问题 因为我知道有些事情你本身可能不好意思问 是你们不敢问我怕我告你 是 一方面也是这样子 我现在告诉你现在台湾大哥只剩两个了 本来是罗大哥杨大哥李大哥 现在罗大哥被消灭了 现在只剩杨大哥跟我 李大哥手下留情 那今天呢因为我们都知道 那个李大哥最近是李大师是 就是风云人物因为绯闻的关系 对最新闻人物 对关于这件事情李大师要不要澄清一下 还是说你觉得怎么样感觉 我觉得终于轮到我了 我跟我太太说 我都很久都没有上一周看了 就好像很没面子 就红的人才可以上去 也不是这样讲 因为我们轮不到的 早晚会被推出 觉得你太老了 我想我是最老的人上了一周看的 我现在是告诉你我67岁 真的啊 67岁 我跟猫王同岁 你忘记了啊 世界三大男高音 那个大胖子跟我同岁 你们都忘记了啊 因为没想到李大哥 雅兰德伦五弟艾伦都跟我同岁 林青霞跟我妈同岁 拿出来比 周小姐因为我看过那个 杂志的照片 我觉得本人漂亮非常多 本人好有气势 杂志好可恶 周小姐照的也不够漂亮 包括太太照的也不够漂亮 所以我太太拼着抗议说是 可以照怎么照的那么丑啊 因为那种就是喜欢丑化艺人嘛 像我被拍到也是很丑的样子 可是这样子啊 对啊 那个有些人被脸拉开了 对对对 什么曝光都有 不过李大师你太太看到 这个杂志她有没有 不开心 她就讲嘛 她说这个把她照的太丑了 就只有为这个生气吗 为这个生气 还有其他的生气都不能告诉你了 其他的生气都不能告诉你们 那关于重点方面 我们来问周小姐 你看她的表情都不怀好意了 对 不怀好意 你当那个李大师的助理多久了 我认识她很久 大概两年多左右 那李大师对你怎么样 他对我很好 那在你心目中 你觉得你们两个关系是什么 我两个关系 在你心里觉得 你心里的定位 她是我的男朋友 是你男朋友 是你男朋友 你心里把她当做男朋友 是因为崇拜还是真的是 还是你真的爱她 喜欢她的各方面的常态 两个人不要当上眉目传奇好不好 李大师不怕你太太在看电视的 我太太不看电视的 好险 没关系 因为我们也都很喜欢李大师 那你对于李大师是出于崇拜之情 还是你真的是对她有爱意 就是那种真的谈恋爱的那种感觉 那你很希望李大师是在解救你对不对 李大师是不是很想听她自己说说 看她对你的感觉 当然 我们三个人是一国的 好啦 不然我们今天就把话讲清楚 免得你知道神的麻烦 接下来还知道不明不白 还不如就今天把话讲清楚 其实是崇拜她把她当老师的感觉吗 还是 我真的喜欢她 真的喜欢她 哎呦 李大师其实我也是 我觉得好浪漫哦 我会这样 那李大师是 秀一秀给你们看 67岁的人 看到没有 啪啪啪的说我李奥溺爱高中女生 她是国中女生啊 长得那么小啊 你看到没有啊 真的 可是我觉得 我67岁 我打败了所有的 57 47 37 27 17 对啊 今天一个帅哥20几岁也未必会让这个周霞姐喜欢她 可是李奥大师有这个魅力 但是讲真的 在同年级朋友当中 有没有很多男生追你 呃 有 对而且你也参加了一些综艺节目啊那些 然后也有跟一些知名主持人一起相处过我猜你应该也是憲哥喜欢的类型 他有没有就是譬如说跟你要过电话或对你示好 啊 有 有 有 可是你却偏偏喜欢李奥大师 对他是李奥大师哪一点就是把你给弥住了 一定是他的那个知识很丰益 哪一点都弥住了吗 每一点都弥住了吗 那李耀大生你会让周小姐这么喜欢你 是你有展开追求的公式还是 两个人相处久了 我们是高高在上的 我们是大男人主义你忘了 对啊 大男人主义的男生特别疼女生 嘴巴上说大男人主义 但是其实根本疼女生疼得要死 对 我疼你们两人疼了这么久 你忘记了 我觉得好浪漫 我现在要写本书叫做赤裸的17岁 不要怕还没脱 赤裸的17岁 原因就是要写古往今来这些悲惨的很多历史 可是她们17岁 现在很多女孩子也17岁 你们在过着什么日子 我的意思算是一个对比 你晓得吗 印度的女孩子的过去 你17岁很容易丈夫就死了 因为印度人的命很短 死了以后呢 就印度的火葬公开火葬的 火葬的火在烧起来的时候 这个女孩子要跳到火里面去 叫Suttee S-U-T-T-E-E 这个英文字很怪的 S-U-T-T-E-E叫Sati 要跳女 干什么呢 要训夫 现在印度寡妇的还受求气 因为印度的寡妇都不能活着 要训夫 如果那时候是我 印度人 讨了姐妹花 对不起你们两个人都要跳进去 小S不要难过 你不一定是小老婆 你可能也是大老婆 我过去一个敌人叫周郎 她的是妹妹做大老婆 姐姐做小老婆 对不起 不甘心 我们两个都得 周郎的太太 大老婆 每天在东海南路 每天清早 照顾这些小孩子过马路 真正的好人 你们去看一个老太太 对不起是老太太 可是真正的好人 我们要好人好事 骂她的丈夫 可是歌颂她的太太 就是公司要分明了 可是我个人倒是很好奇 就是李瑶大师啊 私底下在对那个周小姐 她有浪漫的一面吗 有 她最浪漫是有什么 让你很难忘的事情 情人节还会买花送 就这么一般吗 李瑶大师应该 我情人节都没有收到花 你怎么忘了讲我 毛手毛脚的 我从来不毛手毛脚 为什么告诉你 我说到已经被她捆起来了 她就拍了那台狂 可是那个还假的 我刚才有稍微看了一下 那个杂志啊 就是有拍到什么批外套啦 然后好像还亲吻了额头 亲吻了不止额头 哎呦 好害羞哦 那李瑶大师平常口才好成这样 他会讲甜言蜜语的话吗 嘴巴是不是也很甜 还是说在女朋友面前 反而就会比较 不太会讲话变的 像我就是这种人 平常在就是镜头前邻压历史 然后一谈起恋爱就口急啊什么的 他是哪一种 他在你面前话多吗 你话多吗 我告诉你啊 一个英国的诗人叫Blake 他写一首诗 他说一个男人呢 男人假啊 就追这个女孩子 说爱他爱他 然后怎么样的 这个包围他怎么样 第三下次啊 求他 结果这个时候呢 忽然来了个路人椅 这个人呢 他走过去 他没有讲话 只叹了一口气 这个女孩子就跟他跑了 那个英文的原始 我给你听最后一段 他说silently 安静的 不讲话的 invisibly 看不见的 silently invisibly he took her with a sigh 叹口气就被她叹走了 为什么 一句话都不讲 所以你看那个 那个外国的诗人讲 他说 李尔克的诗人讲 他说 我从来不牢牢掌握她 我从来不骚扰她 可是我牢牢的掌握了 就是魅力 哎不要讲很多话啊 话留在这里讲 你们给我这么少的节目费 等一下我找杨老板 哈哈哈哈 还要签名照相 你们这么 这么厉害劳工啊 我们是大牌啊 李尔克的大 而且我妈等一下还要来跟你拍招 还免费吗 我们家还抱着我们 我还把你妈抱走 我告诉你 我妈高兴都来不及 李尔克的会买东西送女孩 送女孩子吗 这什么意思啊 因为那个杂志上有这么拍到吗 你们都是杂志的被害人 你们还相信 你提出看讲话 我就是不相信 想要听 你好好骂他们 我们要约你一起来骂那个杂志 那好那你还相信 你还相信吗 我不相信 可是我是想要私底下问 就是 有这个东西还私底下 对啊 我以为进广告了 好 那等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广告回来之后呢 李尔大师我们会有观众 传简讯进来想要问你们的问题 人名公审 对对对 但如果不想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但如果你喜欢 特别喜欢哪 你们把所有问题都给他 要让他打 好可以吗 可以 加油了 好谢谢他再回来 好我们现在马上进入那个简讯记者会 对简讯记者会 可是我首先我先问一个问题 我想要问周小姐就是 你平常私底下是怎么称呼李尔大师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 也是比如说 比如说李老师啊 或李大师啊 老宝贝啊 小哈尼啊 有没有一些比较甜的 我们没有特殊的 我们没有特殊的 没有特殊的 那你都怎么称呼他 都碰他一下 哦就是这样 这样子 李尔大师会特别称呼周小姐什么吗 我叫他小娟 小娟 李大师是不是也不太会喜欢用一些那种 比如说 Sweetie啊 Baby那种称号 特殊的小称号 小可爱 那种我都不用 我都不用 为什么 因为肉麻 肉麻哦 所以李大师不是肉麻的人啊 所以我不讲那种话 不走肉麻路线 我们为什么肉麻呢 我们有没有被惦记过 为什么肉麻呢 好那首先呢 等一下我还有个人的问题 就是周小姐 你妈妈知道 你心目中觉得李奥大师是男朋友这件事吗 她知道 那妈妈是什么反应 她也很喜欢她 就是跟我妈的情况一样吗 所以妈妈不会反应 妈妈是不是还很那个 希望你可以邀李奥大师到家里吃饭 是 所以说妈妈会不会跟你提过 就是比如说这么年轻先不要谈恋 或者是说要不要交一个年纪相当的男朋友之类的 她很放心 很放心 很放心 所以跟李奥大师出去她都觉得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跟年轻男生谈恋也不见得比较安全 还不如 正好 这话说得好 正点 可是李奥大师我现在非常担心的是 就是今天你回家要如何面对太太 因为我 我们光明正大的面对太太 就是我们 我没做任何坏事 就是说 那如果一回家太太说跪下 就光明正大的跪下 你妈妈不是我 我把你妈妈推到第一线 推到第一线 回家会怎么样 那现在就是怕怕 那现在有一位观众问李奥大师说 就是曾经和你在交往的美女 哪一位是让你最回味无穷的 我看她以后别人都忘了 还说不肉麻 还说不肉麻 什么肉麻当有趣啊 你们明明都知道 结果故意问我 你们不知道 好 李大师那你说 我都写在我的回忆录里面 写在回忆录里面 李奥回忆录啊 大家请买每本360块啊 哈哈 我要新闻去罚你们 广告节目 节目广告 所以说 这位同学 你的问题在李奥回忆录里面有答案 李奥大师 你觉得周小姐是 在你心目中 她的美在哪 她气质非常好 嗯 我们一般人都以为美的 都错弄错了 而不是台湾搞乱掉了 什么连什么 那个大胖子 那个游远霞 都变成美女了 他送到 外国人以为 那种是中国的美女 大得了吗 对啊 所以我由李奥 创造了一个品牌 大家知道 像周长娟 这种造型的 这种漂亮的 身高167只有 41公斤 哇 一定要高高瘦瘦 这才真的真的美女 还有她气质 你看看她非常的秀气 对 而且皮肤一定要又白又嫩 所以她 好 所以李奥大师姐 大家知道 这是美女 不是游月霞 所以说李大师 就是外表 她真的是分数很高 那关于女孩子的内在呢 女孩子没有内在 不用看内在了 任何女孩子都没有内在 哦 还蛮棒的 所以不喜欢那种 哇聪明绝顶 然后什么都懂 可是你看过 那个苗条淑女没有 My Fair Lady 她可以使女孩子有内在 看到没有 她从一个卖花女 她不是卖花女 可以变成一个 进入高等社会里面的 这样一个 倾导众生的人 所以说其实女生只要每天 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 把自己弄得很美 不需要再去学什么看书啊 或学一些才艺 不需要了 可是一开始可以这样 可是久了以后 你发现你讲话 像林青霞一样 林青霞跟我吃饭的时候 都不敢讲话 为什么呢 一讲话就卸底了 原来她是空的 表面很漂亮啊 讲不出话来 里面很贫乏 只会唱卡 好不说唱卡拉OK啊 或者只会哼演小调 这个讲话 都没有内容的 所以我这样女孩子不迷人 迷人的女孩有内容 所以大家要提书啊 看什么书呢 请看李奥打拳击 三万三千六 那可是周小姐她年纪还这么轻 你看李大师觉得周小姐有内容 会不会跟她谈起天来 就是比较小 我们是选择聊天 因为她是我的model 是我的模特 所以我们是 你们总说助理 严格讲起来是不对的 她只我要写一本书 叫做赤裸的17岁 我要研究这些17岁的 这些女孩子 她们怎么在生活 所以找这些美女啊 我要研究 当然 你要研究美女呢 我也会找恐龙族 恐龙族 我要先吃好真经济 然后也找恐龙 李奥打拳真的很注重女生的外表 你们不用外表 你们就坐在这里 你们两个小鬼都在这里 真的很注重外表 所以丑女 你是完全不会想要跟他们有那个 不 可是我小时候有必要 人家说你的小时候怎么没有恐龙呢 所以我只好也找恐龙族 要平衡一下 就是我皱着眉头非常痛苦的 那周小姐在跟李大师聊天的时候 会不会压力很大 因为她懂得太多了 然后很怕自己讲出来的话 她会觉得无聊或什么的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不会 不会 我闯过一句 她如果有压力的话 不是精神的 而是身体的 你懂我意思吗 身体上的压力 回家越来越紧张 我要听你捏汗李奥大师 你怎么面对你老婆 不过其实我们都有 以前都有锁定 那个李奥大哥大这个节目 然后那个不是都会有那个李奥语录吗 然后其中我们都对那个 有一段语录是最为觉得非常的精彩 就是那个打人 然后那个连芳语那个 对对对对 那个要这久 我们节目由我们来讲 好像就不太好吧 就是连芳语那个 然后说是死肉那个 连芳语怎么样 说连芳语不用打他 因为他全身都是死肉 你还记得那个鱼露吗 刚才杨老板警告我 不许给骂人的 结果你们看着骂人 我只是重复调鱼露 不是我说的 杨大哥 把他们俩赶走 我来坐这里 这是李大师说的 好另外你还有什么 好另外呢有一位大概是小女生吧 她说李瑶我好喜欢你 要跟你在一起 你有情敌了 怎么办 而且另外一个也是小女生吧 她说愿意跟小S在一起吗 跟什么 小S我妹妹 如果我热烈追求你 然后如果像这个小女生 我讲过 当我火葬的时候我需要姐妹花一起往里跳的 你们可以正排名 一起跳也可以 一二三 一二三 大家都有机会吗 火葬的话都可以 火葬都可以 那活着的时候行不行啊 有没有机会 活着的时候人家私下练译 私下再说 所以这位同学 先寄照片来 然后把那个身高体重 跟肤质情况都写下来 再看有没有机会 可是周小姐 因为真的喜欢李奥大师的女生一定是非常多 你会不会担心 就是被抢走李奥大师 不会 这点不会担心 不会担心很放心 你觉得怎么样可以这样牢牢抓住李奥大师的心 她眼里追求我 哈哈哈哈 好用吗 真的吗 好会讲话 眼里追求她 你看没有 李奥大师是真的吗 你看她说了这么多话 我都不敢说yes or no 你看怎么 因为这样你不要回 有一天我看到电视 你知道什么后果吗 我知道我知道什么后果 可以想象 你以为921第一阵只有一次吗 哈哈哈哈 那可能下一次只有在你家发生 别人都不会有在一起 然后那有观众说 那既然那个周小姐觉得很喜欢李奥大师 那李奥大师的基本资料 你应该都能够了解吧 比如说她最喜欢吃什么 她不喜欢喝茶 她不喜欢喝冰的东西 对 然后她不吃太油腻 嗯 所以喜欢一些清淡的东西 对对 那最喜欢的动物呢 她喜欢猫 喜欢猫 那平常都穿什么类型的内裤 很多问题出来了 我都知道他们会等你 果然去想 没有选 是观众没有 是观众没有 我先报告你 我从来不穿内裤 我从来不穿内裤 哈哈哈哈 我自己解围了 哈哈哈哈 小意思 你真的很意欲 这个应该就不用回答了 不想回答也没关系 那颜色呢 李耀大师最喜欢什么颜色 哈哈 内裤的颜色还是一般的颜色 一般 不是内裤啊 大概就这样子 黑色 深色黑色 对对对 那你身上的打扮也是特别为了李大师 他喜欢你这样打扮才穿 还是你本来就是这样的打扮 我们两个是心有灵性 哦 我们两个都喜欢这样 都喜欢差不多的服装款式 那李耀大师有没有跟你说过 他最喜欢女孩子的哪一个部位 我告诉你 俄国的文学家托斯托耶夫斯基角 怎么是可以扯出一些什么名言来 俄国的文学家托斯托耶夫斯基角 讲 他说我喜欢女人从脚开始喜欢 从脚心开始喜欢 一路喜欢上去 所以你问哪一个部位好像把人分尸了一样 没有那如果李耀大师你先看一个女孩子 你第一眼看她哪 你觉得如果这个部位不好你就不行 我先看屁股 先看屁股 一定要翘那些的吗 不要翘的翘的就不要了 我喜欢那种女人小屁股的 越小越好 我对去我痛恨大屁股的女人 也痛恨破霸的女人 啊 那你们那么有屁股啊 破霸的女人都是 都是笨的女人 除了陈文倩以外 真有评慧 我也讨厌破霸 所以李耀大师真的就是喜欢那种瘦瘦高高 要那个 我最喜欢你看 41公斤你看 我觉得好感觉 因为你有内带狂的时候 你发现女人越瘦 你有那种感觉 对不起啊太太 我是讲我的感觉 对啊 那太太听说是不是有发胖了最近 没有我太太没有发胖 只是拍起来比较冷 当然我认识我太太的时候她19岁 当然是非常好看的 我太太那时候也非常好看 她现在也好看 不过你知道当然 这个经过七年之痒 十四年之痒以后 当然她会变得那种 那个很高贵的啊 这种 这个 这个不再 不再是少女时代的那种样子 她会有 李耀 周小姐 就是听到男朋友讲太太 会不会不开心 不开 才怪 我看到你刚刚眼神都飘到白了 李耀大师最怕世界上有怕你怕的人吗 我怕的人的话 我一找的话 我再照镜子 哦照镜子 我怕你 就是自己 真妙的 不会怕太太 太太是哄的 不要怕 所以你就是 我们 我们没有本来哄太太 我们也不要混了 我们会哄太太 所以说那个李耀大师 应该很会哄周小姐了 他不需要哄 他需要派 不需要什么 需要派 平常李耀大师私底下会不会撒娇啊 没有 没关系啊 你告诉我 就好 有会 会吗 他有很可爱的一面 嗯 就是会 不会是用娃娃声讲话吧 小姐 小姐 会用娃娃声 你干嘛还模仿 李耀大师喜不喜欢女孩子讲话 像娃娃声 就是甜甜嗲嗲的这样子 大哥我好同伴你哦 我喜欢你 这种 一个 吸引人的女孩子 会有好多种声音出来 吸引人的女生 有的是 有的是细的 有的是尖叫的 有的是喉咙的声音 有好多种声音 一定要千变万话才行 是吗 我懂我懂我懂 一定要有好多种声音出来 单一的女人声音的话 那不是我最喜欢的 嗯 一定要千变万话 那李耀大师你刚才提到她可爱的部分 她是什么时候让你觉得可爱呢 她从15岁有的认识她 嗯 你觉得吧 我认她其实很久了 嗯 到现在18岁三年 她刚刚过18 她9月才过18 到她18岁生意 嗯 我跟她来我才放心 不然她爸我妈妈都告我 好 她爸妈妈非常好 非常好 但是讲真的啦 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就是李大师也有太太 然后周小姐把你当做男朋友 而且她是真心的在喜欢你 那最后这个关系要怎么办呢 对啊 怎么办呢 这个关系就是我 我死的时候 忽然有两个姐妹花跳跳的 结果来 周小姐姐 你长远的看是这样子 但是在还没有死之前 你该怎么处理 对啊 你怎么知道我活得过今天 因为你很注重健康不是 我不一定 我可能一出门就被黑道把我干掉了 或者 或者就沉叉叉把我干掉了 姚老板说不许谈政治人物啊 我只好陈叉叉 好 那万一都没被干掉怎么办 谁 都一直好好的 十年以后都好好的怎么办 那周小姐还有 等我到七日七日的时候 她很喜欢我 你们来恭喜我 那周小姐你自己觉得呢 因为李大师是这样子觉得 那因为你还年轻 你也不用担心 会不会一直等不到一个结果 想说干脆交一个真的将来 可以跟她结婚的男生 我跟她讲了 你会结婚的 可是你要胡姓出墙的时候 我就在墙外面 永远在墙外等着她 墙外在床上 流浪的尺度越来越宽门 现在跳床 弹簧床 弹簧床 好 那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 可以跟李大师 还有周小姐聊天 对 那我们先来看一则新闻 就是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最后五分钟 给我这么一点钱 要留我这么久 哎呦 好啦 可不可以再留个五分钟 没问题 这样进来的就好如此 可是五分钟后 还要跟我妈拍照 我们也要 没问题 还要帮我姑妈 鉴定一个话可不可以 那个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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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拜托李大师来 都来 拜托了 好 接下来的问题 你们除了别让我喜难错所以 别多让我做 其他都做 其他有很多观众 他们问题 其实也蛮尖锐的 哇 这个问题我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李奥大师 和周小姐愿不愿意回答 就是李奥大师 请问一下 你比较爱你老婆 还是周小姐 问这种话 爱法不一样 爱法不一样 那爱太太是什么 因为我有很多百分之百爱女人 给我太太百分之百 可是给我 给周小姐 也百分之百 我有好多个百分之百 你们要不要不要不要 要不要不要 要不要费一点 我们大师要说 给我周小姐 也是这个百分之百 可是是哪两种不同的爱人 是不一样 我在写小说 她是我的模特 你懂得意思吧 她比我太太小二十岁 你觉得感觉都不一样 她是我的模特 所以我在写 这个美丽的可爱的 这个十七岁 她们在怎么生活 所以她是我的首席模特 我在这样 有一种宠的感觉在里面 还不算 只是溺爱而已 溺爱 那周小姐有跟李奥大师 吵过架吗 有 是什么情况 对啊 你吵得过他吗 任性吧 任性 就是自己会任性 也不是大吵 就是自己闹脾气 那是怎么样 有到冷战不打电话吗 也有 那结果是怎么样 李大师会来哄你 还是讲道理给你听 把你骂醒 我告诉你什么结果 就是他交了个男朋友 我交了个女朋友 就这样子 两人就这样子 同时间的就这样子 互相气对方吗 只是因为要怂气是不是 我有好多百分之百 你忘记了 其实这样子的男朋友 其实心里应该会觉得蛮不安全的吧 只有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会不会自己就低头回去找李大师 就是自己还会低头 也有观众问说 你跟李大师在一起 你觉得会多久 这我不敢讲 但是至少 他知道木鸡 木鸡你们两个姐妹跳 也跳到火灯里面 他跑掉了 他跑掉了 他会不会跟你们跳 反正你有跳火堆的心理准备吗 有这么久吗 他就打给我 然后也说周小琪跟那个李大师的老婆 如果同时生病 会陪谁 同时生病 放在一个病房里 放在一个病房里 你看啦 人家女生都眼睛红 也不是 不要把人家越酷了 我觉得这个周长娟她最好一点 她非常的体谅 我是有父之父 没有错 我是有父之父 没有错 我也不可能离婚的 我离婚以后 我跟她差这么远 我跟她大五十岁 你们搞清楚啊 这个婚姻会幸福吗 也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我太太那么好 我也不会离婚的 我太太那么漂亮 那么好 那么贤惠 还给我零花钱 我就根本不可能 给我零花钱 买表送给她 也谢鬼 也女人 所以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我太都知情了 你不要搞错 她知道 我怎么知道 哭泣呢 我太太知道 这个什么叫做哭泣 我在知道那个表 是什么表 可是刚才周小姐 好像在听到你的答案 那一刹那有点难过 是不是 眼眶都红了 她知道是我在开玩笑 开玩笑的 她知道我 我把 轻话重说 重话轻说 真话假说 假话真说 我觉得周小姐会 不能辨别的人 就会弄混 我的目的就要弄混 我一个人的干 就是颠倒是非 干嘛 你告诉我的干什么 所以有镜头在的时候 要听真话很难 对好 那我们现在问 最后一个问题了 刚才是在那个 电梯遇到李瑶大师的时候 我们有答应她说 这个问题一定要问 就是因为周小姐 看刚才还情绪 被那李瑶大师的话牵着走 可见的是 对李瑶大师用情很深 那现在到底是 爱不爱李瑶大师 有到爱吗 有 你点头了 你爱她吗 那在你心目中 因为像刚刚李瑶大师 他对这个恋情 他其实看得很开 他觉得就是谈恋爱 那在你心目中也是这样子吗 就是目前 只谈目前的恋爱 以后的事情都不像 对 就是付出你所有的爱就对了 你也是百分之百吗 李大师 你知道少女的百分之百 就真的是百分之百 对啊 你听到是什么感觉 她有好几个百分之百 才怪 你们两位就是失恋者 才怪 少女只有一个百分之百 李瑶大师 李瑶大师 刚才都不敢过去看她眼神 表示我完全不影响她 你看没有 叫她答复 你看我不 你看我也手也没有 这样碰她也没有 都没有 你们看得清楚 镜头未正 当然我会大为魔术 怎么样感觉如何 李大师 我好感动 你好感动 我告诉你 美国大法官叫Homes Homes她94岁的时候 她走在纽约街头 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她看了半天她很感慨 她说我现在94岁 我多么希望我是74岁 少20年代就好快乐 我告诉你 我现在67岁 我多么希望我不再是66岁 67岁半岁 好 反而觉得67岁好 好了 我觉得66以下都不好 都太小了 都不承受 太嫩了 不过李奥大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迷人 我们全家都爱她 所以不管 因为李奥大师也说她的爱 永远都是百分之百 不管对哪一个女 对哪一个人 所以希望你跟你太太 还有跟周小姐 都是怎么讲 快乐最重要 快乐最重要 幸福最重要 我还留下两个百分之百 给你们两个人 我们也还有机会 不要扫她们的心 我先对我目前这个百分之百 她知道我开玩笑 李奥大师你不要伤她们的心 不会 不会 真的 没有 大家知道我整个都在 都在 谈笑之间 看到没有 我就开玩笑 好 那就祝你们幸福了 谢谢两位来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送我的五千